第一段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 向来被解经家们认为 是这一章当中最精彩的一幕 前面已经罗列了古猎王诏书的内容 提到了允许重建圣殿的工作 并且还有经济方面 款项方面的援助 到了六节到十二节 这里是大骊巫王自己的旨意 这其中有消极方面的 想不要拦阻 另外也有积极方面的 那就是尽可能的向以色列人提供协助 这里尤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就连以色列人献祭生的方面 波斯帝国都要予以协助 这就十分特别了 在原本以色列的历史上 神的会幕、圣所和圣殿当中 每日向神所献的番祭 像供牛犊、供棉羊、棉羊膏 另外像素季所用的麦子 还有盐、酒、油 原本都是来自于以色列会众 但现今都要由大骊巫王所吩咐的 由达乃这一批波斯官员所供给 而且还不得有误 这让我们难以置信 但实际上这却反映了 当时波斯帝国的国策 波斯帝国是一反亚述帝国的作风 和巴比伦人的作风 乃是容许各种宗教信仰存在的 而且还会用国家政府的公堂 来供应修建圣殿和献祭 这诸多方面的费用 其实这里在讲 以色列人所享受的权益 其实在当时别的宗教的宗教徒们 也在享受着他们相应的权益 第十节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圣殿被重建的目的 大骊巫王指出 好叫他们献新香的祭给天上的神 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 按照历史的描述 波斯人信奉拜火教 他们自己不献祭 但他们却希望 别的宗教 那些各个教的祭司和信徒们 在献祭祷告的时候 就可以为波斯帝国 王和王子们祈福 在圣经考古上有一个发现 人们曾经发现过一个 古列王的泥板文件 上面就有写着 愿我在各城安置的诸神 每日为我祈求天上的诸神 赐我长寿的恩典 所以这方面的目的就成了 以色列圣殿或准备重建的条件 以色列人后来在每天的献祭和敬拜仪式中 都应该做其中的一件事 那就是要为波斯的王室和国家来代求 十一节十二节 大利乌所下旨的内容 就是对违抗王旨意的人具体的警告 那刑罚的方式是 十一节说 我再降旨 这是指古列王的旨意在先 大利乌王的旨意在后 无论谁更改这命令 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 把他举起 闲在其上 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 参照以色列记 后来哈曼被处死的方式 我们就知道哈曼是被挂起来的 而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 都有一种习俗 那便是被处于极刑的罪犯的家 后来会成为垃圾厂 房屋的废墟那里 最终会成为污秽的粪堆 十二节说的更加严重 这里甚至规定了 就连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 拆毁这殿 愿那是耶路撒冷的殿 作为他名居所的神 将他们灭绝 在旨意的最后 大利乌王敦促官员 我所下的旨意 当速速遵行 当我们看见速速遵行几个字 心里何等的畅快 有人说得好 在大利乌王所下的旨意 文字的背后 每个字的背后 都有着万王之王的权柄 所以神容许地上有君王 而地上的君王有的时候 就在完全执行着 天上万王之王的旨意 这一点 就连地上的君王本身 很多很多的时候 甚至是所有的时候 他们都不曾意识到或晓得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 十三节到十五节 这一段非常简单概括地提到了 圣殿俊功 由于王已经下诏了 于是河西的总督达乃和 是他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就极数的遵行王的旨意 所以十三节所讲的 是波斯官员那边执行王命的情况 而十四节所讲的 就是归国建殿的以色列人这一方面 以色列人一定会知道 大利乌王具体下旨的内容 他们也必定是欢欣鼓舞 就在建殿期间 哈盖还有撒加利亚 二人一直傍在百姓们的左右 不断地用劝勉的话 来鼓舞百姓 等大家读哈盖书 撒加利亚书 就会知道这一切 由于当时的犹大百姓 从领袖到平民 都单纯地相信和接受 两位先知劝勉的话 结果建造圣殿的工作 无比顺利 经文说是凡事亨通 凡事亨通的里头 另外透露出两方面来 亨通是来自于 一 尊者以色列神的命令 二 他们也按照波斯王古列 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 最终是第二圣殿建造完毕 有人会纳闷 在第十四节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亚达薛西 我们大家知道 此时当大利乌亡下诏 时间是520年主前 到第二圣殿建好 是主前的516年 而亚达薛西王 是在主前的464年 到424年做波斯王 他根本没有参与重建圣殿的事 那么把他的名字放在这里 是不是历史细节的不准确呢 其实 这就是圣经写法的妙处 我们要知道 作者以色拉本人 并不是于 索罗巴伯、耶稣亚、哈盖、撒加利亚同时代的人 当他写书写到第六章时 他乃是以回忆和复述的角度来讲 那已经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事 作者把亚达薛西的名字放在里头 是在有意夸他 是位明君 是位对以色列人友善的君王 他在后来帮助以色拉回国 以及尼西米回国的事上 都有功劳 所以这里放他的名字在里头 是指着 他与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一样 对犹太人有帮助 对犹太人有好处 大家可以参考第七章 还有尼西米记的开头 尼西米记的开头就讲到 尼西米之所以可以带领犹大百姓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因着神界波斯王亚达薛西的支持 接着最后一段是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 这一段讲到犹太人守约约 以色列人将圣殿建好 是在主前516年的亚达月 相当于那一年的 阳历的二月到三月间 很快就会进入到信仰年历的 新的一年的正月 所以在正月十四 被鲁归回的民众 就在新建成的圣殿内 庆祝逾月节 十六节提到他们欢欢喜喜的 行奉献神殿的礼 十七节提到 他们行奉献礼的时候 所献的祭生 十八节也提到 祭司和立位人的岗位 这一切都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 所写的 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 讲到被鲁归回的 以色列会众 欢欢喜喜的 吃逾月节的羊羔 这是何等蒙福的经验 又是何等蒙福的感受 从灵命实际的经验上讲 他们的确完成了第二次的出埃及 神也在他们重修圣殿的事上 让他们战胜 那阻挠他们的仇敌 如今 在神的殿中 又开始重新经历 以色列神的赐福 怜悯和同在 要知道他们所建的第二圣殿 虽然在用料上 和外在形态上 并没有第一圣殿华美 而且此时 至圣所当中也没有了约会 但是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神同在的彰显 一点都没有因着这一切而改变 二十二节特别强调说 当以色列众人欢欢喜喜的吃完月节的羊羔 又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七日 这欢欢喜喜是因为 耶和华神使他们欢喜 而且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而且还兼顾他们的手 最终做成了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即使这样 有什么原因是可以不欢欢喜喜的呢 这里有个难解的地方 就是经文称 称波斯王 是亚述王 这是圣经中的一个用法 大家注意五章的十三节 圣经也有把古列王叫成巴比伦王 这是从地理范围 地理区域的角度来说的 并不是从实质的政权角度来说的 在第三段的末了 我们实在能看到 神仍然是一切是背后的主宰的这一真理 神所做的伟大的事包括 神就使波斯王的心转向以色列人 这同样透露出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如笼沟里的水 神想怎样转向 怎样调整 都在乎神 同时神也兼顾神自己的百姓 让他们在做工的时候手不发软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神会使那信靠他的民欢欢喜喜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的民欢欢喜喜 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欢欢喜喜的神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尼西米纪八章第十节 这一切都是神的殿被建成的 不可缺少的条件 神借着圣殿的被建成 从以色列百姓受预约节开始 又将对新一时代的以色列百姓 在律法真理生命各个方面 与教导栽培和塑造 这殿后来的荣耀 要大过先前所罗门所造的圣殿的荣耀 因为这重建的殿 有一日要迎来神的儿子 弥赛亚的造法 他才是天上的真圣殿 因为信靠他的 必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好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以色拉记第六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读这一章时 大家重点思想 神的主权如何在波斯王宫当中运行 并借助波斯王的施政下旨意 来彰显出来 好的弟兄姐妹们 愿慈爱的天父每一天 都将他的生命喜乐平安能力盼望 从高天那里临到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 学习在每一天的事物当中 事情的背后都能看到伟大神的主权 祂是何事受拦阻 祂是什么样的事情有新的出路 祂是什么样的难题被解决 祂是我们在什么样的事和人当中被恩待 这一切都有祂的主权 让我们就学习仰望祂 贴近祂 倚靠祂 顺服祂 圣经上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不至于羞愧 因为神最终一定会用笑脸 来帮助神的百姓 祂真是 祂真是